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拍摄的画面 三天前他们一起进入小五台山 前天有五个人身体不舒服提前下山了 其余七个人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爬山 我们和孩子约定星期天是联系 但是联系不上 这七个人仿佛蒸发了一样 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七个人只不过失踪了两天 为什么当地村民会觉得有那么危险 这这些地方有精度的 至少至少 路是下期学 有讲话 以前有七个游客 也失踪了 2005年元月3日 15名北京游客在小五台山失踪 2006年元月23日 两名北京登山者在小五台山失踪 小五台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方圆40多公里 因为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山峰 为了区别于山西省的五台山 所以被称为小五台山 为什么这里经常发生人员失踪事件呢 我们就认为从来没有修过路 都是就是山上的原始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山上路比较危险 也没路表 路也没有修过 都是就是可以说阳差小道 小五台山从来没有开发旅游 这些登山爱好者都是自己进山探险的 这次失踪的七个人里面 有一对是新婚夫妻 刚刚结婚一个月 还有两名在校大学生 年龄不满20岁 有一名学生的家长得知消息后 立即从上海坐飞机赶到了小五台山 通信都失去联系 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是否还活着 他们的生命都很年轻 而且还有两名在校大学生 正是青春年华的事 这黑子出现未来了 出现了因为死 我也该得很惯惜的 这七个人只带了两天的机养 山上的最低气温 可以达到零下20摄氏度 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他们 后果难以预料 可是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据先期下山的人说 这七个人都带了手机 可是一直都没有信号 如果在山级上面走都有信号呢 如果是在沟谷里边就不行了 根据这个情况判断 他们可能是在山谷里 或者是被困 或者是出现了意外 当地政府连夜成立了救援指挥部 决定立即搜寻七名年轻人的下落 小五台山方圆不过四十公里 参加搜救的有一百多人 按理说这不是一件难事 可是熟悉当地地形的人 却觉得很困难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山市比较险峻 而且它这个飞掉 有很多的这个出口路口 十月底下山上面整个就是雪了 因为山里边情况特别复杂 被空子现在不知道在具体在什么地方 十月底 小五台山山顶的积雪已经很深了 加上地势陡峭难以行走 如果没有明确的路线 搜寻工作很难开展 那么现在有什么线索呢 只有唯一的线索就是 他们那个是沿着他们既定的路线 根据这个线索 指挥部确定 第一组沿他们的登山线路搜寻 第二组逆向搜寻 第三组从中间穿越 近山的路都是扬长小道 而且岔路很多 外来人员很容易迷路 当地的村民也加入了搜寻队伍 他们也经常去采药采野菜 里边沟沟菜都去过 所以其实有好多容易迷路的地方 他们都能找到 玉县消防大队参谋王华带队的这一组 由消防人员 武警和当地老乡组成 计划从金河口出发 从中间穿越 搜寻有没有被困人员的一些痕迹 不断向山中呼喊 哎 哎 有人吗 哎 哎 前面四位情况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未发现被困人员 请指示 继续生活 明白 是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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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就是一路 看他们有任何的事实要传说 哎 哎 有人吗 有人吗 呃 现在仍然未发现被困人员 请指示 其他两路有没有发现被困者 继续搜索 明白 有人吗 不是 一路就是一路 我看 认得拔后了海洋 小五台山最高峰是2800多米 现在已经搜寻到了2000多米 山脚下天气很晴朗 海拔高的地方却下起了大雪 这七名年轻人在哪里呢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呢 咱们塞里有猫手 我们小五台记者有惊吓过 失踪的人究竟在哪里呢 小五台山高处都有手机信号 为什么始终联系不上呢 如果他们被困在山谷里 两天多来为什么不按照原路返回呢 难道已经发生什么意外了吗 这七名失踪的年轻人已经断粮三天了 如果今天找不到他们 夜里山上的温度有零下20摄氏度 他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看到这儿啊 对一个问题我始终觉得很奇怪 小五台山的高处是有通讯信号的 据了解呢 失踪者的手机电池也有电 可就是联系不上他们 这只能说明 几天来他们一直在山谷里 那这就有点奇怪了 就算是他们迷了路 也可以爬到高处 用手机与外界联系啊 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呢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发生了意外 这七名年轻人究竟遇到了什么 救援人员能不能把他们找到呢 敬请继续收看小五台山遇险 救援人员 救援人员决定 再继续往前搜寻 但是已经到了海拔两千多米 还没有任何回应 救援人员不停的呼喊 有人吗 大概是在就在这个网香台这个附近 喂 有人吗 就突然就是听到这个有回音了 但是回音声音非常小 有人吗 确实我们通过这个回话声音呢 就确实知道他们是这个被困者 我们现在在网香台附近 听到了咱们被困人员的声音 失踪的七个年轻人就在这个山崖下 山崖约有二百米高 上面的一百五十米坡度八十度左右 下面五十米的坡度是腹脚 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斜坡 再往下又是几十米的悬崖 救援人员能救出他们吗 可以说我对他几个施救的确实是无法完成 得到失踪人员的下落后 指挥部立即组织增援 增援人员中有几名山岳救援队员 他们是28号早上赶到小五台山的 下午四点 第一批增援人员来到了望香台 山岳救援队携带了专业的救援社 他们打算怎么救出这七名年轻人呢 我们觉得他们是困在一个山崖崖底下 那么我们会戴上绳索 戴上我们的这个就是 安全带上升器下降器 这些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吧 用SRT的这种形式呢 就是把它救上来 SRT是垂直探动学的常用技巧 通过上升器和手脚并用的方式 借助绳子滑轮等装备往上攀爬 实际上我们非常有信心就是说 能够在当天把他们救上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 山岳救援队有专业的装备 经验丰富 按理说这七名年轻人 应该能够顺利的被解救出来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不仅这七名年轻人一个也没能救出来 连救援人员自己也陷入了困境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地铜饼饼干 上海资瑞食品 亲近自然 享受生活 丹地龙土料 为世界天色彩 丹地龙 品味人生 品味精香 相聚时刻 欢乐共享 精香腾茶 徐家为你家 和谐千万家 徐家地板 吉武梁之精髓 强国人之体货 武梁周到 中国人养生之道 健康营养 好味道 百年品质 滴滴香浓 龙排酱油 诚信沙巴床店 人得为本 诚信兴电 第二届十万手扶农工程 正在全国征集十个行政村 将无成给每个村二十万元的扶持资金 十万手扶农工程 走进联法 如果你们村有需要扶持的项目 请赶快报名吧 报名请登陆央视网站 或拨打电话 010-621-93567 6214-1864 我们一起手玩手 动员之父梦 山岳救援队携带了丁业的救援设备 他们和消防人员一起 立即展开了施救工作 傍晚五点 救援开始了 有移民男队员是第一个被救的 先让他上 他是当时有很多这个心理压力 然后就是 包括他的体能吧 然后也是比较弱的 那么在生存的过程当中是相当的困难 爬到一半的时候 他这个就是说主动要放弃这个当天晚上救援 这时天已经黑了 当天救援已经不可能了 救援人员决定就在山上过夜 是吧 呃 不要不 不要实施救援了 因为天气啊 体力不支了 虽然找到了失踪者 但是不仅没有能够救出他们 救援人员本身也被困在了山上 没有食品 没有预害物品 而且在这个山上分血很大的情况下 这个要度过这个一黑夜 非常危险 指挥部决定 立即组织增援 造成的最精湛的我们特军中队的三十名战士 这三十名战士都是参见过刺证汶川大连人情形救援的 从指挥部到望香台 还有二十公里的山路 山里的路比较黑 一人那个就配发一个小手店 所看的路只有脚下的一片路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山里夜晚非常寒 山下指挥部的人焦急地等待着 因为它都是悬崖峭 那么如果在爬山的过程中 这个滑下到山底下去 那就非常危险了 这二十公里的山路 有的地段坡度达到了八十度 只能说 扶着山路两边的这个树 自己是怕滑倒到这个山崖以后 就 明明和一个树坡上 是吧 第一站 这些黑夜房子一直都在提醒吊胆的 在担心我们的这个战争 救援人的安全 十月二十九日早上六点 增原人员到达望香台 他们看着我哗呼 我都不知道飞花来就这么回来的 虽然走了一夜的山路 但是救援人员顾不上休息 立即开始救援那七名被困的年轻人 他们打算怎么施救呢 考虑到头一天 他们这个就是 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消耗的太多 有可能他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就是上来 我们就只能拖拽 我们是分阶梯 就是说一紧倒一紧 分阶梯那样来布置我们的队员 我在第三个那个救援点 通过帮助被困人员上 刷刷到那个威 就是那个刷到我那的时候 我送他一把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跌落 救援人员给每个人都刷上了保险绳和安全腰带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 等会儿等会儿 听了一声尖叫 我的心里也咯都紧了一下 我心想完了 穿蓝衣服的女孩叫琳达 刚刚结婚一个月 这名女同志呢 比较着急 好了没有系好安全绳的时候 她就开始刻不及待的往上翻灯 她的丈夫发现妻子滑落 发出了叫声 等会儿等会儿 滑到两三米的时候 用她身上的那个安全腰带 挂在这个一个突起的一个树枝上 没有掉下去 救援没有因为这个意外事件而停止 10月29日11时20分 七名被困者全部安全破旧 你觉得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身体健康很好 然后谢谢政府 然后谢谢这次胡锦战士 好苦吃的村民们 谢谢大伙 原来很担心 但是说11点半左右 他们全部救出来了 我就基本放心了 是会有一些担心 但是见到 当我们听到第一声喊声 然后我们又喊回去 又听到回应的喊声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 被救的这些年轻人说 他们因为不熟悉山里的道路 才被困在了山谷里 那么在山区活动 怎么避免迷路呢 死男生或者说是GPS 如果你没有这些 就是说就是装备的时候 最好是当地的这个向导老乡 他们是对山体是最了解的 因为山区地形复杂 气候变化快 容易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那么在山区活动 容易发生哪些意外呢 我觉得你看这次 迷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迷路啊 然后滑坠啊 那么最严重的 如果说是再高一些的这个雪山的话 那就可能是雪崩啊 然后遇上这个风暴啊 导致的后果呢 就是严重的肯定就是直接就是这个生命的危险 这七名年轻人发生意外的原因 就是因为事先对小五台山了解不够 所以在登山前 一定要全面了解地形气候 准备好相应的郁寒物品 一 尽快爬到高处 二 顺着水流走 三 树木的南侧叶茂盛 年轮宽 四 蚂蚁的洞口大多朝南 五 岩石上干燥光秃的是南侧 布满苔藓的一面是北侧 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一直在困惑 这七名年轻人为什么会被困在山谷里呢 他们既然可以下到山谷里 为什么不能按照原路再上来呢 等到他们被解救以后我才知道 他们在迷路以后啊 看到有一条绳子垂向山谷里 因为这就是一条路 于是呢就顺着绳子下去了 可没想到就是在最后一个人快要到达谷底的时候 绳子断了 于是他们就被困在了这个山谷里 如果不是救援及时 后果真的是非常难以预料 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无论以后是登山探险 还是山区百姓进山活动 都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地形气候 带上相应的防护设备 否则呀类似的危险还有可能会发生 好了 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每周五次 每晚六点 央视七套 明天的是八点零五分 我们再见